国际比赛日结束后,中超重燃战火,经过一番厮杀,已经进入白热化冲刺阶段的中超,积分榜的再度出现较大变化。 争冠双雄,上海上岗和广州恒大的积分差距仅仅只有两分,这对于上岗来说,是十分不利的,上岗面临着几大困难,主教练佩雷拉不冷静的鼓掌,倒置停赛三场,而这三场佩雷拉错过的分别是何加苏苏宁,山东路能和广州恒大的比赛。 对手都是强队,和苏宁一战中,普尔克,贺冠停赛,与海国家队受伤。 加上苏宁实力强大,上岗仅仅拿走一分,被恒大追到只剩一个胜场的差距。 接下来,上岗还要面对山东路能,后者理论上还有夺冠希望,势必拼此一战。 如果上岗再不能取胜,很可能积分就被恒大追凭乃至百超,而随后恒大还有主场和上岗的比赛。 本赛季争冠形势来看,上岗虽然还是领先,但是处境危险,亚冠区域几乎明朗化。 按照规则,中超前三名和足协杯冠军,可以晋级校赛季亚冠或者亚冠资格赛。 如果足协杯冠冠也是中超前三名,那么中超第四名,可以递补成为亚冠资格球队。 而目前国安和鲁能已经进入足协杯决赛,接两队分裂三四名。 所以不管国安鲁能水拿足协杯冠军,几乎可以确定的是,下赛季亚冠参资球队将是, 广州恒大,上海上岗,北京国安,山东武闹,交集区方面,贵州恒风还在竭尽全力。 他们的优势是和前面两支球队的分,差还不很大,只有四分。 并且最后两轮,贵州恒风都要和河南戒业,重庆自威游比赛,如果能取胜或许能创造暴击奇迹。 但是谁都清楚,前提是贵州恒风都能击败对手,这要看没有主帅临场指挥的贵州足球,能否顶得上去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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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